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视频聊天 同城交友 看似近在咫尺的缘分 填补了男用户的情感上面的需求 精心设计下 被害人钱财受损 我还长了一两年 她长了一千 现在 心里也觉得比较后悔 话术 剧本 套路 被编织出的一场骗局 没完呢 没完 我们不会找到你家来的 在安徽省马鞍山市打工的王先生 三十多岁 单身 2021年12月 他在一款名为约约的交友软件上 结识了一名女主播 两人在网络上刚一接触 就聊得很投机 随着聊得越来越深入 王先生就想要到 女主播的手机号码 起初对方并不愿意给 说违反平台运营规则 在王先生再三请求下 女主播终于发来了一个手机号码 但其中有几位数字是被隐藏的 网络聊天中 女主播说她也在马鞍山 王先生解锁手机号码后 两人就能在现实中约会见面 这让王先生更为心动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要解锁女主播的手机号码 就得在这款交友软件上 刷虚拟礼物 不想错过这难得的缘分 王先生不知不觉 就加大了资金投入力度 王先生说 心仪的那名女主播 二十七八岁 长相甜美 两人也多次视频通话 言谈中 对方很是善解人意 就这样 一直投入了两万多元 购买交友软件上的虚拟礼物 王先生总算成功解锁了 那名女主播发来的手机号码 于是 她就想立即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 然后我一加微信 就加不到她那个微信 然后后来我加不到微信 我以为她那个微信肯定是没开通 然后我就打了电话 一打电话号码是空号 尽管王先生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了 但内心一时仍然不能接受 对方在骗她 其实王先生同时联系的还有另外一名女主播 网络聊天中两人也有很多共同话题 这个女主播同样许诺 只要王先生解锁了她的手机号码 两人立马就能见面 当时要号码她是就是她就不给 她是说对吧 这个他们也有公司啊 就是也有公司规定啊 又一次投钱解锁隐藏的数字 第二个女主播给的手机号码 依然是空号 王先生这才确信自己被骗了 赶紧报案 到这时她才意识到 为解锁两个女主播的手机号码 前后已投入五万多元 警察注意到 在这款交友软件上 注册的用户 既能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 跟女主播打招呼聊天 也能与对方视频通话 对一些想要通过网络 结交朋友的男性来说 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她只要登录这个平台上 这个平台上呢 就会有很多的这个面容较好 或者身材也比较好的 这种女主播 来主动地向她打招呼 而且都是非常的热情 那么她就会填补了 这个男用户的 情感上面的这一块的需求 此外 这款交友软件主打的 另一个卖点是同城交友 称经过平台自动匹配 和用户联系的 都是同城的女主播 这样子的话 就给她心理上造成了 这一种就是比较近 大家都在同一个城市 那么王先生是怎么接触到 这款交友软件的呢 他说 起初是在网上看到了 这款交友软件打的广告 广告宣传称 使用这个交友软件 能让人摆脱孤独 因为在矿山工作 交际圈比较窄 王先生就想到 该交友软件上 碰碰运气 基本上下班以后的活动 通过手机 收到抖音 也比较单页 也比较无聊 之所以同时跟两个女主播联系 王先生说 其实也是怕上当受骗 既然两人都撑在马鞍山 他就信以为真了 当时还把自己的详细住址 分别告诉了对方 为了尽快跟两个女主播 在现实中见面 王先生当时就迫切 想要他们的手机号码 也方便接下来的深入沟通 其实按照这款交友软件的规则 用户初期只能通过平台 与众议的女主播联系 每次聊天都需要支付平台一定的费用 文字 语音 视频聊天 都有对应的价格 文字聊天一次几毛钱 视频聊天最贵一次几十块钱 王先生说 叫那种免费的网络交友平台 这种明码标价的收费行为 一开始反倒让他觉得 这款交友软件很靠谱 王先生没有想到 在他自认为靠谱的交友软件上 两个女主播 最后却以解锁手机号码的方式 骗了他五万多元 对打工的王先生来说 这不是一笔小数字 对王先生的报案 马鞍山警方很重视 不过办案人员很快就又注意到 在这款交友软件上 发布有一个严禁条例 禁止女主播以平台名义 让用户解锁手机号码 从表面上看 是王先生和女主播 一起违反了交友平台的运营规则 他们想绕过平台直接联系 在这个过程中 两个女主播又对王先生实施了欺诈 但报案的王先生则认为 欺骗他的两个女主播和交友平台 有着密切关联 经查这款名为约约的交友软件 由广州的一家科技公司研发并运营 公司负责人为肖某 那么对于王先生 实施欺诈的 仅仅是女主播的个人行为吗 还是背后的平台运营公司 也参与其中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还需要进一步的核查 报案人王先生当时还坚定认为 跟他聊天的两个女主播 就在马鞍山 希望警方尽快找到两人 把他被骗的钱给追回来 轻信花言巧语 当事人付出惨重代价 因为这个迷恋上这是初步 最后导致这个家庭 存在很多的矛盾 包括甚至于是在外面 经济上面 甚至是借钱 深入追查 涉案主播工会浮出水面 这些团体还跟公司里面的审核 跟公司里面的这些 后台人员是有联系的 有勾连的 聊天陷阱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既然这款交友软件 主打同城交友 那么之前跟王先生 保持联系的两个女主播 是否真的就在马鞍山本地呢 据此办案人员展开了 进一步调查 更多内幕也随之被揭开了 警方很快查实 之前跟王先生联系的 两个女主播 根本不在马鞍山 两人分别在浙江宁波 江苏严城 这与涉案交友软件 宣称的同城交友 完全不相符 据此办案人员认为 即使是女主播 个人存在欺诈行为 背后的平台运营公司 同样难辞其咎 你既然你提供这个平台的话 你应该有这种管理的职责 对吧 你不能就放任他们 什么行为 就在你这个平台上面去做 那你这个也有这个责任 另外从资金流向上看 报案人王先生投入的5万多元 平台运营公司是要参与分城的 这样一来 平台运营的公司违法行为 进一步增大 包括这个资金流 信息流 网络流 等方面 这个综合进行了分析 确定这个平台 应该是对这个诈骗 平台当中存在这个诈骗的事实 应该是明知道的 随着侦查的推进 报案人员发现 在这款涉案交友软件上注册的用户 有上万人 全国其他地方 还有不少用户 与报案的王先生有着类似遭遇 因为想要解锁女主播的手机号码 而被骗损失钱财 马鞍山警方认为 这是一个打着网络交友旗号的 特大诈骗案件 然后我们当时在这个了解了这个案情之后 然后我们就进行了 向我们马鞍山市公安局进行了汇报 然后在市局就指令了 通过组成了有这个刑警支队 包括这个网安支队和我们楚江分局 等各个部门组成的一个专案组 对这个案子进行这个侦办 专案组通过走访调查发现 被害人大多是单身 也有已婚成家的 绝大多数被害人出于各种考虑 没有选择报案 不光是这个钱财被骗 而且我们通过这个后期的调查 生活调查 尤其是迷恋上这是初步 最后导致这个家庭 存在很多的这个矛盾 包括甚至于是在外面 经济上面 甚至是借钱 骗钱 做这个事 案件侦办至此 办案人员认为 在这款涉案交友软件上的女主播 普遍存在欺诈行为 那么这些女主播 与背后的平台运营公司 究竟属于什么关系 进一步追踪调查发现 管理培训女主播的还另有其人 并且这些女主播 大多隶属于不同的主播工会 这是马安山警方 此前没有遇到的新情况 你既然要聊天的话 那为什么有人要在背后 去组建一个团体 去教女用户怎么去找男用户聊天 更何况这些团体还跟这个公司里面的审核 跟公司里面的这些后台人员 是有联系的 有勾连的 我们就对这个东西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通过深入研判 办案人员很快弄清楚 所谓的主播工会相当于经纪公司 一方面负责招募 包装 培养女主播 另一方面与各类交友平台运营公司商谈合作 我打个比方 我有一百个女主播 那么我把这个一百个女主播引进来 引到你这个平台里面 然后每个月或者每周或者每个月吧 能够给你带来做出来多少的业绩 然后我们从中业绩做到越高 那么分成的比例肯定就越大 由于主播工会是一个新型行业 存在良有不齐的情况 马鞍山警方调查证实 一些主播工会名义上是在维护女主播权益 背地里实则却是对女主播进行话术培训 尤其是在如何诱骗男用户方面 有着一整套方案 这些工会自己编了一些话术 并且在工会内部还特地去成立了一些规矩 去管理这些女主播 他们之间肯定是从女主播身上拿到抽成 女主播在这个软件上面 对男用户到底诈骗了多少钱 他们也要完全掌握 由此来看 涉案女主播相关主播工会 平台运营公司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三方共同以网络交友的名义 实施诈骗活动 他们之间的分成比例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们是一万块钱 那么平台拿六千块钱 百分之六十 女主播拿百分之四十 也就四千块钱 那么中间工会的话 这个六千块钱当中要 就是平台要从六千块钱当中 分八百块钱给这个工会的老大 查清楚这场特大网络交友骗局的作案模式 组织架构和人员组成后 马鞍山警方首先奔赴广州 江苏严城浙江宁波等地展开抓捕 涉案平台运营公司负责人肖某 及其团队成员 对报案人王先生直接实施诈骗的两个女主播 顺利落网 在随后的审讯中 报案人员了解到 肖某和团队原本是想打造一个 类似微信QQ的全新社交平台 但他们刚开始推出这款 涉案交友软件时 几乎无人问津 他自己的这个业务水平在这里 他自己的团队呢 也不足以让他打造 类似于人家这么高端的软件 所以他把他的平台呢 就设置成了一个 只面向于男性交友 之后肖某和团队便主动寻求 与一些主播工会进行合作 并通过技术设定 让女主播在他们研发的 这款交友软件上 随意更换自己所处的 城市位置 以达到同城交友的目的 有很多这个违法犯罪 特别是诈骗 它都是隐藏在这个正常的 这种这个网络 这个时代里面 所以我们很多人呢 你不要对这个 包围的一些幻想 就是认为这个天上会 调性别人 或者有什么好事情 对吧 随便你要想到 对吧 他不停地找你 要钱打赏 于是一个种借口 理由 你就要引起警觉 根据肖某 及其团伙成员的供述 多个涉案主播工会的幕后组织者 陆续浮出水面 办案人员又马不停蹄 奔赴东莞 重庆等地 对相关犯罪嫌疑人 实时抓捕 这是现场缴获的 犯罪嫌疑人 用于转账的银行卡 多少张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十七张银行卡 对吧 这是现场缴获的 用于培训女主播的话术本 上面写着如何向男人提要求 如何提升聊天的字样 阿彪那边有几个人吗 这是在嫌疑人电脑上发现的涉案资金流水清单 有相关主播工会的财务人员制作 是吧 警察与涉案平台运营公司合作的一个重要主播工会 其组织者和相关成员均在福建的安西县 正式抓捕前 满安山警方进行了周密部署 我们这个专案组是提前是分了两批次 第一批次是先去了四五个人到那边联系 但是我们省庭 省庭这个行刑总队还派了相关领导也过去协调的 跟福建行刑总队 以及安西警方都联系好了 然后我们第二批次呢 我们又去了有二十多个人 在安西的抓捕行动 马安山警方选择在凌晨五点进行 根据事先掌握的嫌疑人所处位置 在当地警方配合下 办案人员逐一实施抓捕 这是抓捕其中一个涉案女主播的现场情况 在她家卧室的桌子上 摆放有二十多部手机 抓捕人员赶到前 该女主播已把涉案交友软件从手机上删除 并一再否认参与作案 这台都有机构的 我知道呀 你说呀 是不是被你卸掉了 不是啊 我本来就没完呢 哎呀不是什么 没完没完 我们不会找到你家来的 好吧 现在科技那么发达 经过集中抓捕 一个长期潜藏在福建安息的涉案主播公会 被彻底摧毁 该主播公会的幕后组织者 以及众多涉案女主播 被一亿网打击 众多女主播到案 她们原本大多是家庭主妇 她就说叫我们跟男妖魔聊天 里面有兼闭体现 然后就在上面聊了 为谋不义之财 一对年轻夫妻联手参与作案 你为什么突然想起来 让你老婆也搞得有点好难 因为这样子聊天的话 可以赚一些外快补贴家用 聊天陷阱 今日说法正在不出 涉案交友软件的实际运营者 相关主播公会的组织者相继落网 案件侦办告一段落 办案人员注意到 在涉案交友软件上注册的女主播 很多都是家庭主妇 其中还有一对夫妻共同参与作案 办案人员介绍 在这起网络交友诈骗案中 被卷入的这些家庭妇女 最开始都是想通过网络兼职 最后却被相关主播公会利用 拉拢他们到涉案交友平台 当所谓的女主播 就是在家里面休息的时候 他就拿出来这个手机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聊天 然后利用话术 来骗取蓝用户给他们刷礼物 来赚钱 嫌疑人林某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她说当时跟丈夫感情不好 就想靠自己赚钱养家 后来经朋友介绍 她加入了所谓的主播公会 并接触到了涉案交友软件 拿手机跟人聊聊天 就能挣到钱 林某觉得这是一个 来钱轻松的路子 之后就积极参与其中 作案半年多时间 她挣了八万多元 林某交代 根据主播公会的话术培训 她会根据聊天对象的地理位置 搜索当地标志建筑 给对方营造 自己救在附近的假象 实际上被害人 如果这是能再多问一问 其他详细情况 也许就能识破骗局 但当事人往往都疏忽大意了 先前在马鞍山报警的 王先生就是如此 说实话也怪自己 当时一心想见面就是这样 所以才会导致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就没有过分地想那么多 也没想那么深 就是这样 在福建安西抓捕涉案女主播时 原本做茶叶生意的一对夫妻 共同参与作案 让办案人员印象深刻 有一个嫌疑人 我们在去他家里面的时候 当时把他的作案手机 拿到手的时候 他的手机上面 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 但是后来我们问了他 这个事情 他也表示自己知道 然后我们在抓捕他的时候 发现他老公呢 眼神呢就有一点飘忽不定 当时就把他老公的手机 也快拿过来看了 后来才了解到 这个事情实际上 是他老公在用他 用他自己妻子的这个账号 在网上面 在对男用户实施诈骗 到案后经审讯 涉案女主播的丈夫陈某说 是他先下载的这款 涉案交友软件 使用一段时间后 就让妻子在上面注册 成为女主播 你为什么突然想起来 让你老公也搞一个这个账号呢 因为这样子聊天的话 可以装一些外快 就这样陈某把妻子拉下了水 有时他也会以妻子的名义 跟涉案交友软件上的男性聊天 通过审讯 办案人员了解到 为了骗取更多钱财 不少涉案女主播 会在不同的交友平台注册 还有一些女主播 则会作为涉案主播工会的代理 层层发展下线 就有段女主播 在坐下去发现 这个还是比较辛苦的 因为每天要聊天 那么他就是 他自己自动的成为了代理 然后他自己主动的 在这个朋友圈 或者社交聊天软件里面 再去寻找 再去发展他自己的下级代理 这场网络交友骗局 之所以能蔓延到全国 并长时间不被发掘 相关涉案主播工会 起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办案人员查明 这些涉案主播工会的组织者 还会教导女主播 如何规避公安机关侦查 直接在群里面发布 这段时间 我们群里面有一些人 在哪个哪个软件上面 对男用户实施诈骗的时候 已经被公安机关抓到了 其他的一些女用户 就赶紧把这些软件给卸载掉 经统计 这场特大网络交友骗局的 涉案资金流水 高达五亿元 在案件侦办期间 马鞍山警方发现 全国还有不少主播工会 仍然通过网络 在不断发展女主播 并与一些涉诈交友平台 展开合作 实施诈骗活动 发现了盘踞在网络上的 这么一个黑色的产业链 所以我们向审厅总队 进行汇报之后 向公安部提请 发起全国极刑会战 通过网络交友的方式 实施诈骗 近些年一直层出不穷 并且此类骗局 不断变化升级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此我们来听一下 专家的分析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被害人 警惕意识和法律意识的缺失 本案中呢 被害人呢 在通过网络 结诈诈骗分子以后呢 由于贪图对方 较好的个人条件 因此呢 急于确立感情关系 在未经核实 对方的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呢 就将自己重要的个人信息 透露给对方 然后呢 在骗子的花言巧语之下呢 将钱款转出 另外呢 网络平台的监管不利呢 也是造成网络诈骗高发的原因之一 部分交友平台呢 疏于审查监管 甚至为了自身的流量呢 在得知信息是诈骗信息之后 仍然呢 不采取相关必要的措施 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多被害人呢 是由于担心亲戚朋友 嘲笑自己 不愿意主动报案 这样呢 就使公安机关的证据 收集渠道和破案的线索 大大减少 我们注意到 试案的这些女主播背后 还有所谓主播工会 这些女主播经过包装培训后 作案手段更加专业化 隐蔽化 针对此类犯罪 公安机关如何进一步 提升打击效能呢 我们再来听一下专家的观点 为了要实现 对网络交友类诈骗犯罪的 全链条打击呢 公安机关呢 首先呢 要实现网安 反诈等各部门警力的优势互补 形成一种快速联动的 联合打击新模式 以专业队伍打击职业犯罪 再次呢 还要构建敏感词汇 反诈预警模型 通过反诈短信 反诈电话等提醒方式 对被害人进行精准劝阻 同时呢 还要引导公众 树立正确的交友官 婚恋官 利用电视 报纸 网络 进行宣传 以按说法 提高全民的防范意识 如今在网络上 依然存在着 形形色色的交友软件 让人难辨真伪 在此我们提醒大家 网络交友一定要慎重 尤其不要轻易落入 虚拟世界当中的情感漩涡 甜言蜜语的背后 往往都暗藏陷阱 一旦欲望迷惑了双眼 理性的判断力就会丧失 自己的钱财 也必然会遭受损失 我感谢收看今天的几日说法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